准备好了吗 哀家告诉你们 这位张三千大师 最擅长描写四季 皇祖母 起来吧 今天我把大家叫来 是要让大家和哀家一起欣赏 一件张三千大师的遗作 盛夏风光瓷瓶 张三千 那瓷瓶不是已经生产很久了吗 哀家也是因为机缘巧合 偶然间得到了张大师的这件作品 想必是瓷瓶本身 也愿意让懂得的人拥有和欣赏它吧 皇祖母 既然这个瓷瓶这么珍贵 今天来了这么多人 万一不小心谁碰碎了 那可怎么办啊 哦 再好的作品 也要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拿上来吧 这可是哀家刚从快递那签收的 新鲜出炉还热乎着呢 哀家还没来得及看 就是为了在这样一个时刻 和大家一起欣赏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哀家告诉你们 这位张三千大师最擅长描写四季 而这个盛夏风光瓷瓶 又看逼春光无限 怎么样 哀家的瓷瓶 把各位都惊艳到了如此的地步 让哀家也好好欣赏欣赏他 真是春光无限哪 这下出事了 我该怎么办哪 大胆 这不是哀家要的瓷瓶 来人哪 去查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 太皇太后 还不赶快把她拿走 是 无非用 那个 对不住了 齐上 黄祖母 我有话要跟你说 单独的 黄蓬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你可以说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黄祖母请恕罪 这个有伤大雅的东西 确实是蓬蓬寄出来的 是你 怎么会是你呢 蓬蓬 哀家知道你善良 可也不能为了别人 揽下如此地重罪呀 黄祖母 这个罪责 必须由蓬蓬一个人来承担 因为蓬蓬万万不可说出 那个人的名字 不然事情会越闹越大的 是谁如此大胆 竟然敢要挟皇后去袒护她 你告诉哀家是谁 哀家替你做主 黄祖母 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快说 此人这是您的乖孙儿 我的夫君 当今的圣上齐圣 圣儿 她怎么会撕藏如此有伤风化的东西 这件东西 出自西洋民家的大手柄 皇上托偶从黑市把它买过来 没想到在基础的时候 居然出了差错 蓬蓬 真是委屈你了 你老实告诉我 你们要她做什么 这 这真是叫人难以启齿 这东西 她说放在屋子里 能调节一下情趣 而且还说 这是西洋人那儿的送子观音 黄祖母 她不但用了这个招数 她还想用金歌 来俘衡我的心 金歌 这就是传说中 对男人安全 无副作用的金歌 皇上 就是用那个秘密武器 来和我那个 那个 那这个事情就不怪你们了 你们也是为了皇家 延绵子嗣啊 是啊 为了生孩子 我们也是蛮拼的 好了 好吧 关于慈萍的事情 哀家会吩咐下去 就不让他们再查了 你们也要让哀家赶紧看到 你们开花结果呀 谢谢皇祖母 皇祖母 知道了 谢谢皇祖母 宝贝 快给我揉揉头 好好放松放松 我这一天啊 太烧脑了 今天啊 还好是我集中生智 才躲过这劫 你说这皇上 有时候也挺挺用的啊 把东西放下 先退下吧 是 你也先下去 真有话要和皇后单独说 妖物归原处 还说 只有单独和你在一起时才能看 这东西你还没看 你还不叫我 你看 你还没看 我就是 你說的 什么东西 你还会比这个东西 过去 你还会比这个东西 太皇太后送我的送死国医啊 圣不玛利亚大慈大悲 圣不玛利亚饶命啊 罢了罢了 我爸 我多亲 今天可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了 我的脑细胞已经不够用了 我的眼睛已经枯竭 这是寄给你宫中的小苹果的 错记到镇的宫中 这次快递出了如此多的差速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爸 你好辛苦 我来给你按摩好不好 再给你唱首歌 你是我的小雅小苹果 你喜欢小苹果吗 你急我干吗 我问你 你喜不喜欢小苹果 不喜欢 我喜欢吃梨 我不是说水果里的苹果 我是说 湿里的小苹果 管它湿的干的 湿苹果我就不喜欢 我偷偷告诉你 有一天我偷吃了娘娘的榴莲 我才发现 原来的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 是榴莲 我也偷偷告诉你 有一天我也偷吃了皇上的榴莲 我都吃吐了 我